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到不陌生 她是第一位在鸟巢开唱的90后 没错她就是火星人华成宇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我 我是超级电脑 为各位解决歌唱上的疑难杂症 距离上一集到现在 我们不断收到观众朋友的骚扰 询问关于华成宇的演唱 很多人说在KTV唱完都快晕倒了 真的耶 她的高音也太猛了吧 根本就是一个火星人 没错 说到华成宇就不得不提到她的高音表现 先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3年的快乐男生 当时的花花在演唱上就具有一定的水准 搭配上天马行空的想法及舞台魅力 表演常常让人觉得惊艳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阳光 天空海光 要做被剪刀的保护 希望将会发生的保护 适合 We can provide us at the start Oh yeah, it's the end Oh, it's the end Oh yeah, it's the en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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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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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不過那時候其實我也沒有很注意到他耶 他的演唱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雖然大多的演唱都能順利過關 但不難發現演唱當中常常出現瑕疵 會有這樣的狀況跟花花在表演上樹立的風格有很大的關係 舞台下的花花雖然看起來蒙蒙憨憨的 但一上了舞台就可以進入自己的小宇宙 也因為比較誇張的演唱風格及表演形式 蛇根及喉部容易緊繃 有憋氣的情形產生 因此高音的音準容易受到影響 聽覺上的壓力也比較大 而另一方面跟歌曲呢? 跟歌曲的詮釋方式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花花在同一首歌曲當中 會使用誇張的音色層次變化 所以會不停地調整發聲的動作來完成演唱 對於發聲器官的消耗因此提升 和歌曲震驗 fart 曲震驚 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 哇 那唱唱歌不就忙死人了 是的 假如这时候歌曲的音域跨度同时较大 消耗量就会提升 而要是当天的声带较疲惫或控制力较差 表现就会受到影响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当他想呈现比较夸张的情绪或者拉长音时 口腔内部就会出现一个阿字的口型 加上抬高软厄的动作 像是 这样的作法能够在空气通过声门阻挡时 制造出一个阻力较大姐聚穿透力的音色 但使用这样的动作来发生时 到了一定音高假如有过多的外部肌肉及憋气的力道介入 就会使空气急闭合的协调受到干扰 因此高音变得不稳定容易失误 真的耶 听起来这样的动作算是进阶的唱法 没错 对于许多学习歌唱的朋友来说 常常会花上一段时间来区分出 由声门阻挡空气所制造出来的闭合 以及外部肌肉介入所产生的憋气 这两者之间的不同 而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自行来练习 最重要的还是动作本身 以及对于体感的敏锐度及观察度 天哪 要当歌手也太不容易了吧 要娱乐观众然后还要常常维持在最佳状态 不过啊 他最近在节目里面的表现越来越稳定了 而且不像以前一样单纯只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 还会加入一些其他元素 像是说唱啊或是撕裂营 炎火都被成粉了 可是我很温柔 外表冷漠 内心狂热 那就是我 我很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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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讓我們繼續鎖定花花未來的表現 我是超級電腦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